阿彌陀佛师父,阿彌陀佛,大众请起立。 大众向本师释迦摩尼佛三拜。 问讯先,问讯。 起,拜。 起,再拜。 起,三拜。 起,本讯。 大众恭候学物法师上座开讲。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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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顺身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是意。 尊敬的注意同修,注意护法。 大家晚安吉祥,阿彌陀佛。 今天,再借这一次的因缘,再一次跟大家来学习如何认识佛教。 上一次已经为大家简单的说明。 我们看第一章。 第一章。 佛教非宗教,也是非哲学,而为今世所必须的。 这个就是上一个星期,简单来为大家说明。 佛教对我们意义重大在哪里? 我们写佛的好处在哪里? 演一个有名的历史学家,唐安比博士也曾经说过了。 能够拯救二十一世纪的只有大成佛法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已经跟大家上一次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说明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今天要跟大家来讲解的,跟大家来学习的就是什么是佛。 大家都知道佛这个字是从印度古文,就是梵文所翻译过来的。 那翻译过来,翻译中文的意思呢? 第一个就是智者,智者就是智慧的意思。 第二个就是觉者,觉者就是觉悟。 有觉悟,你的福报才能够现前。 所以福慧双修在佛法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目。 所以从这个翻译中来看到,那对我们意义就很大了。 就好像一个人走路,缺了一个脚。 你说你走路方便吗?走路一点不方便。 辛苦辛苦,一定很辛苦。 能不能自在,也不自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特别这个时代是污染的时代, 天天天都是搞杀到血淫的,不诚实的时代,不守信用的时代。 自以为是的时代,目中无人的时代。 你在这个时代里面,如果你没有智慧,你没有觉悟,你没有福报。 你说你能不能生存?很难。 所以下面会为大家一一来说明介绍, 为什么我们佛教为今世所必须的呢? 这个一定为大家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让大家明白我为什么要学佛。 佛对我有什么意义? 将来对我的前途,将来对我的生命,对我这个人生观有什么大的帮助? 这个下面会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的那一章。 为什么当年这个佛这个字呢? 为什么当年翻译的时候,不把佛这个字翻成字诀呢? 为什么? 而采用佛陀这两个字的音译呢? 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因为过去在翻译经典的时候,就是这些法师在体力上,它有五种是不能翻的。 它有五种,所以叫做五步翻。 而佛陀这两个字是属于什么?五步翻之一。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这一个名词里面的含义呢? 它是很深的,很广,而且意义很多。 在中国字典里面都找不到一个相当的字来翻译。 所以用英语,然后再加以解释。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先让你们有一个概念。 为什么呢? 原因在这个地方。 其实用戏就是恭敬的意思。 不翻的意思不是说,主要性的就是一种恭敬。 因为它的意义很深,比方说大悲咒。 大悲咒总共有84句。 都是采用什么?英语来的。 像观心菩萨的六支大名众。 Om mani bamme hope。 它也是采用英语来的。 像我们阿弥陀佛。 它也是采用什么?英语来的。 无量寿、无量光。 都是不翻的。 其实呢? 为什么不翻呢? 我们用简单来说呢? 你看到你听到这个佛陀。 你就想到采迦牟尼佛今天太伟大了。 辛辛苦苦。 把这个佛法这么美好呢? 它的大慈大悲来贡献给我们。 今天阿弥陀佛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 这么美好呢? 来贡献十方一些诸佛的众生。 让我们起了一个慈悲感恩的心态。 其实是一种恭敬的心态。 所以佛陀这两个字的意义。 而为什么不能翻的意思呢? 做一个简单为大家来介绍。 让大家明白。 让大家有一个概念。 所以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看下面。 那我们作为佛弟子啊。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佛陀这一个智。 里面所说的智。 跟我们普通里面的智慧啊。 那是不一样的。 它是有区别。 而且区别很大。 因此呢。 一定要必须要加以解释。 就是说为大家先来解释一下。 它的区别在哪里? 为什么跟一般的智慧是不一样? 那佛陀的智慧是什么呢? 让你们能够有一个概念。 佛这个智慧是什么样的? 佛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 为什么跟一般的智慧是不相同的? 我们来看。 佛陀的智慧如果要是以笼统的来说呢? 那就是佛的智慧啊。 他对于宇宙的人生过去未来。 这一切万法当中佛都能够明了。 一切万物。 他能够明了。 而且是正确的明了。 这个正确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圆满的意思。 没有缺乏的。 他真的正确圆满的明了。 这个是第一个。 对于宇宙之间的无量无边的现象。 就是宇宙的现象。 这个现象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现象的宇宙是从哪里来的? 而这个现象的过程是如何? 后来这个宇宙的事实的真相的现象。 它的结果是如何? 佛都能够正确圆满的明了。 你讲一讲。 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 它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怎么产生的? 结果是如何的? 你看佛一一没有一个不知道的。 你想一想。 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如果没有大智慧的人是不可能的。 你看现在三千年前, 释迦牟尼佛说。 有三千大千世界。 你看现在科学家天天去研讨。 天天去研究。 佛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你看。 科学家越发达, 越说明我们佛教所说的话。 真的。 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宇宙的事实真相 是怎么样产生的? 是怎么样的过程? 是怎么样的结果? 全部在大经里面为我们讲得很清楚啊。 事实真相确实真的讲得一清二楚的。 你看现在科学家天天就搞这些。 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而且释迦牟尼佛也告诉我们 这个地球将来是走什么样的方向? 毁灭做什么样的毁灭? 而且这个地球将来的毁灭是什么样的原因? 释迦牟尼佛也为我们讲得很清楚。 所以只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啊。 没有真正大智慧是不可能的。 你说佛太伟大,太伟大了。 好像我们常常读《无量说经》的。 你们没有看到? 两千五百年前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将来的时代是怎么样? 比方说,饮苦失堵。 将来的时代,人类会缺乏什么? 缺乏粮食啊。 这个地没办法长出五穀扎粮了。 为什么不能长出来? 因为被人类毁灭了吗? 而且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时代 你所喝的、所吃的所有的空气都是污染的。 都是读来的。 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三千年后佛所说话是不是证明? 证明了。 所以从这一段来看,不是真正有大智慧的 是不可能的。 一般的世间的智慧,有智慧的人可能生活就比较好。 为什么? 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他就容易解决。 而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可能也不容易放过失。 帮助我们这个人生过得美好。 但是更大的智慧他是没办法去了解。 但是佛的智慧是圆满的。 你想一想,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 怎么产生的? 怎么样的过程? 结果是如何? 他通通都知道。 你说佛陀太伟大了。 而且我们看下面。 而且对于人生的真相是没有一丝毫的迷惑。 也没有一丝毫的误差。 就错误。 所以那样的智慧才能够称之为什么? 称之为佛陀。 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有这个能力。 所以正如同其他的宗教里面所赞美的全知全能。 所谓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佛陀就是有这样的能力。 其实我们也是有这样的能力。 只是为什么区别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 其实佛已经为我们讲得很清楚。 其实每一个人的众生都有这样的能力的。 你能够明白这个宇宙。 你能够知道这个宇宙的产生。 你能够明白了解这个宇宙的过程。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能力的。 那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下面会跟大家来说明的。 释迦牟尼佛的智慧跟一般的智慧是不一样的。 你要把这个看更广更深你就明白。 你去了解对佛陀的智慧那就不可适宜了。 那下面之前先跟大家来说明一件事。 哪一件事呢? 因为现在讲到这个宇宙。 这个宇宙事实的真相。 而且讲到这个真理。 我以前在大学讲课的时候。 我常常遇到一些不同宗教的。 这些大学生常常问我一件事情。 他说师父。 我们的宗教呢。 我们主啊。 常常告诉我们世间一切的万物。 这个宇宙一切万物。 只要有生物。 有生命的。 或者有情无情的。 都是他创造的。 那你们佛教能创造什么呢? 如果你们有一天遇到这样, 人家问你。 你看我的天主能够创造整个宇宙, 有钱无钱的。 你们佛教能够创造什么呢? 好。 你能不能回答。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 很多人有一些古古怪怪的多。 有时候来找我们麻烦。 或者来炫耀他的权威。 我的天主。 我的宗教是如何如何的。 你们佛教能做什么? 有什么也了不起。 能创造什么? 其实如果讲到这个真理啊。 佛陀三千年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佛陀是发现这个真理的。 他并不能创造这个真理的。 他真的不能创造的。 这个真理早就存在了。 这个宇宙早就存在了。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像基督教、天主教, 他们都认为天地万物都是他创造的。 他们都是认为这样的。 你去看看。 今天包括我们人也是他创造的。 你们所吃的、所穿的、所用的、一切的都是他们创造的。 但是佛教并不是这样的。 佛教并不是这个样的。 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告诉我们。 真理是不能创造的。 真理早就存在。 这个宇宙天地万物之间早就存在了。 是我们反复众生了。 是没办法去觉悟他。 所以在这个宇宙是自然存在。 而我们到今天一直都没有发现。 是佛陀以大智慧发现了。 觉悟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才把这个真理、真相来告诉我们。 释迦牟尼佛讲得很清楚。 在《大乘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 这个真理是不能创造的。 它早就存在了。 所以真理之下是没有老师。 他没有老师啊。 他哪有老师呢? 也没有权威。 大家一定要知道。 权威有时会错的。 真的啊? 你说? 你看哪一个权威到最后有没有正确的? 到最后都走错路的。 而他不容易辩论的。 这个宇宙你怎么去辩论它呢? 你怎么去辩论呢? 就好像有人说先有忌惮。 还是先有忌? 还是先有忌? 或者先有佛才有法? 还是先有法才有佛? 两面都是对的。 都是正确的。 但是它真理它都是早就存在。 像三千年轻,佛告诉我们, 人生是无常。 有生有老。 有老就有病,有病之有死。 三千年轻, 释迦牟尼佛已经告诉我们, 这个是真理啊。 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它, 到现在。 三千年后也是一样。 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的。 释迦牟尼佛三千年轻, 释迦牟尼佛三千年轻, 告诉我们, 人生是苦。 是不是苦啊? 真的是苦。 你看看你们的生活, 一天到晚,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的快乐多, 还是你的苦多呢? 世间真的乐是没有, 只有苦。 释迦牟尼佛三千年轻, 告诉我们, 这个是事实真相, 这个就是真理。 最主要的, 你有没有去觉悟它, 那个才是关键。 不是我创造, 还是你创造的, 那个不重要的。 最主要, 你能不能去觉悟, 那个才是关键。 对不对? 如果今天以我的看法来辩论, 既然上帝能创造我们的人, 那为什么创造现在这个世界, 变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创造我们这个人, 有生老病死? 为什么创造我们这个, 这个环境里面, 有一些人生在贫富, 贫穷, 有人生在福贵? 种种种的。 如果我们来辩论这个到最后, 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啊? 但是佛告诉我们, 三千年前佛告诉我们, 人有生老病死, 你有那些觉悟, 要怎么样了生死? 这个才是关键。 我要怎么样离苦得乐? 那个才是关键呢? 谁创造那个不重要? 我们没必要去计较这些, 你说对不对呢? 你能不能过得好? 你们能过得幸福? 你们能在这一生当中, 得到这个人生的意义的价值, 那个才是关键。 没必要去辩论这些的。 所以, 学佛啊, 不是说我要了解这个, 我要了解那一个, 不是。 佛教是我们, 你要开你的智慧。 因为你这个智慧, 本来是具足的, 你的本能本来是具有的。 你要回复, 那个才是重要。 所以呢, 我们看下面。 所以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包括我们自己本来啊, 包括我们本人在内。 其实啊, 都有这个智慧, 都有这个能力。 都有这个能力。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的。 今天, 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 成佛了, 已经十节。 而建立西方体的十节。 阿弥陀佛告诉我们, 你也可以成佛啊, 你将来也可以像阿弥陀佛那样, 也能够创造一个世界, 来供养给十方一切众生。 你也这个能力啊。 今天释迦牟尼佛在印度, 从2500年前, 3000年前, 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已经成佛了。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你也可以成佛啊。 今天我们在澳大利亚, 你也可以在澳大利亚成佛啊。 是平等的啊。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啊。 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讲这一句话呢? 就是要提醒你, 你有这个本能, 你有这个能力, 你要把这个能力回复。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在佛法中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众生与佛都是平等的, 是没有差别的。 你跟阿弥陀佛也是一样, 你跟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的。 你要相信你自己啊, 你是阿弥陀佛啊。 像我们常常做三十几年。 阿弥陀佛皆是我心, 我心皆是阿弥陀佛。 你是阿弥陀佛啊? 可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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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智慧, 我们看下面的, 我们今天的智慧的能力呢? 为什么跟佛有不相同呢? 佛不是, 或是三千年纪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平等的吗? 你也能够成佛, 你也有圆满的智慧, 你有圆满的福报, 你有圆满的能力。 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跟佛不相同呢?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有聪明人, 也有语次的人啊。 你说, 你宁愿做一个愚痴的, 还是做一个聪明人呢? 你选择, 你想要选择愚痴的吗? 不可能啊, 对不对? 佛有告诉我们, 有能力的很强的人, 也有能力很剥弱的人。 我们现在世界就有这样的, 也有能力生在福贵的家庭, 也有能力生在贫穷的家庭, 等等等等的。 为什么变成不平等了? 为什么区别这么大呢? 有人一生出来, 能够享受帝王之家的福报。 有人一生出来, 又贫穷, 又生病, 又生活很辛苦, 为什么区别这么大? 有人一生出来, 也到澳大利亚, 这么好的环境。 有人一生出来, 到一个国家, 天天的打仗。 为什么区别这么大?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有人住的是大房子, 有人住的是小房子, 有人想要买一辆车, 都没能力买。 有人讲一句话, 要买什么都有。 有人很聪明, 有人很笨, 有人长得很丑, 有人长得很美, 有人长得很高, 有人长得很矮。 你看, 有区别这么大, 什么原因呢? 佛告诉我们, 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我们不是常常会这样吗? 有人会抱怨, 甚至于跟父母抱怨。 抱怨什么? 你看, 邻居他要车有车, 要什么有什么。 你看, 我一生出来什么都没有。 常常会有这样的反应。 有人做生意, 辛辛苦苦, 一年穿不到什么钱? 人家天天在家里睡觉, 很晚去上班, 很早就回来。 但是一赚钱, 比我逼我更多。 种种的。 为什么区别这么大呢? 佛告诉我们, 因为你把这个本能的能力迷失了。 真的很可惜啊。 你其实你有具备圆满你的福德, 具备圆满的智慧, 具备圆满的能力。 你把它撕了, 失去了, 迷失了。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 什么叫做迷失? 什么叫做迷?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在, 包括我们在内, 都是饶着这个智。 因为这个智, 我们活得很苦。 因为这个智, 我们活得很累。 因为这个智, 让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 感觉到没有什么意义。 这个迷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的解释。 会不会太快啊? 今天这个非常难得, 能够跟大家来学习, 对这个认识佛教, 我们一定要认知的。 那这个迷是什么呢? 佛告诉我们, 妄想分别执着, 那就是迷了吗? 受妄想执着之害, 我们每天去世不断的去造业。 造什么业呢? 犯不该犯的过失, 犯不该犯的不善的行为, 犯不该犯的不善的原意的念头。 我们有没有这个毛病? 有没有呢? 讲实话? 我们天天, 因为我们不善的念头, 不善的行为, 不善的原意, 去伤害多少人。 不善的行为, 去伤害你的周围, 可能你最亲近的人。 或者甚至于不善的念头, 起了一个杀到血缘的念头, 不断的去伤害一些众生, 去破坏这个环境, 去破坏这个大自然, 去破坏这个地球。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毛病。 你今天不学佛行吗? 不行啊。 所以从这个地方, 佛又提醒我们, 你要反省, 你要改过, 真的。 只有经过改过反省, 你才能够回光反照啊。 像今天师父, 也是做了一个反省。 你不反省自己, 你怎么学佛是不会静静的。 你一定要从你的过失去下手, 慢慢去改善改过。 比方说你不善的行为, 这个不善的行为将来的果报, 不但能够害到别人, 你害自己。 不善的原因, 不但将来跟一切众生结了不善的缘, 而跟一切众生结了很多不善的恶缘。 所以, 为什么一个人的五量节, 焉金载主有这么多? 就是因为我们不善的原因, 不善的念头, 种种的。 这个就是谜了嘛。 那今天我们学佛就是把这个谜啊, 去破除。 怎么破除呢? 下面会慢慢给大家说明。 今天做了一个检讨。 人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检讨, 改过, 反省, 你是永远不会得到进步的。 而且你的人生会过得非常的辛苦。 所以佛又告诉我们, 因受妄想执着之害, 每一天生活就过得这么苦。 我相信大家有这种感触到。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 不然的话, 你怎么会来念阿弥陀佛呢? 不然的话, 你怎么会发愿将来要往生西方极的世界呢? 就是因为要离苦得乐嘛。 知道苦, 我才想要离苦嘛。 不然的话, 我念阿弥陀佛, 我做什么? 我可以, 如果今天只是要享福, 我今天可以不到西方极的世界, 我也可以到山山道去啊。 就是因为明白这个道理嘛。 像前几天, 我师父, 我的道场, 有一位年轻人, 刚刚在谈恋爱。 找师父疏苦, 因为我跟他很熟。 他跟我疏苦, 师父, 以前我去爱他, 就是因为要跟他过幸福的。 过一种美满的人生。 为什么我得不到幸福? 我更加痛苦呢? 你讲实在的, 世间的感情, 世间的爱情, 只有苦没有乐的。 真的啊, 你看现在多少人刚刚解分, 才不到两天, 才不到一年, 才不到一个月, 就离分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世间的爱, 它有欲望的。 它有一个霸占的念头, 控制的念头。 它是有条件的。 你打不到它这个条件, 它会跟你反感。 它会跟你计较。 你打不到你的目标, 你打不到你所要求的。 它就会给你一种不上不好的, 产生了一种反感。 因为它有条件的。 那佛的爱是无条件的。 你怎么弄它, 佛也不会恨你啊? 对不对? 你怎么毁谤阿弥陀佛? 你怎么毁谤释迦牟尼佛? 不但释迦牟尼佛对你啊, 不但没有起了一个嗔恨心, 而且啊, 也欢喜你。 也感谢你。 而且呢, 想尽办法来照顾你。 想尽办法来爱护你。 你看世间的爱, 那个爱情会变什么? 达不到它的目标, 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恨啊。 佛是不会的啊。 真的耶。 所以佛的爱是无条件的, 是无私之爱, 像父母一样对儿女之爱, 无条件的。 所以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很多事情呢, 我们一定要去反省。 为什么? 有一些人过得很幸福, 因为学了佛有智慧, 过得非常的自在。 遇到什么样的人, 处事待人就在一切处, 在一切时, 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 逆境也好, 顺境也罢, 善缘也好, 恶缘也罢, 他就是挂得非常的幸福。 那为什么我们没办法? 为什么我们不行呢? 看到每一件事情, 产生的执着。 看到每一件事情, 产生的计较。 看到每一件事情, 不但放不下, 而且越来越严重的, 产生的执着。 所以, 因为这个原因, 释迦牟尼佛你迷失了。 你已经把这个本能, 你本来具有的智慧, 你本来具有的能力, 有这么圆满的, 你把它迷失了。 那怎么办呢? 师父, 我要怎么样回复呢? 所以佛告诉我们, 你本来有智慧, 而且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但是很可惜你迷了。 从佛的境界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本来你活得很自在的, 你本来是一个佛的境界, 现在变成一个反复。 你是不是反复呢? 你是不是反复? 不是。 你本来是有佛性的。 只是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 佛告诉我们, 佛告诉我们, 迷失不是真的失掉了, 只是迷了而已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你本来具有的, 你的佛性都存在的。 就好像一个人喝酒醉一样。 当他喝酒醉的时候, 他迷失了。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 他是不是一样? 一样的。 那我们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呢? 就是刚才前面所讲的。 但以妄想分别执着, 变成我们的障碍, 变成我们的苦, 变成我们的现在这个样子。 你能够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 你能够突破了, 破除了。 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我们, 那你的本能就回复了。 真的啊, 你能够把你的妄想, 把你的分别的心, 把你这个执着的心态, 你通通你能够放下, 去破除它, 去捨去了, 你就回复了。 但是啊, 师父啊, 好难耶。 我天天念阿弥陀佛, 也是一样造就毛病。 怎么办呢?师父, 这个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毛病, 我天天念阿弥陀佛, 我天天拜佛, 我天天读经, 听经, 那我该怎么办呢? 那为什么呢? 其实啊, 我们学佛呢, 很多的好处, 好处在哪里? 听佛的教诲, 然后来提醒自己。 因为佛陀, 是大觉者, 大智者, 他把所修学的过程, 得到的真理, 而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 让我们去了解, 其实, 你都是跟我一样的。 那今天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呢? 我们呢, 就跟大家, 下个星期三, 再来跟大家报告。 好, 这个今天, 跟大家聚会一起。 首先, 今天我们学佛, 对佛教的认知, 其实最主要的, 都是要心里认知自己的。 让自己能够更清楚, 更明白, 我今天, 我为什么要学佛? 特别是现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学佛有什么样的好处? 这个呢, 我们呢, 一定要真正来去了解一下。 那我们为什么会迷失了呢? 这个迷失能不能回复呢? 什么原因? 有什么方法? 在这个佛法里面, 佛陀要我们怎么做, 才能够回复, 能够破除我们的妄想, 我们的分别, 我们的执着, 能够改过我们不善的念头, 不善的行为, 然后真正做一个有智责的人, 有觉悟的人生。 这个啊, 我们等下个星期, 再来为大家简单来解释, 简单来说明。 因为这个时间也很晚了, 九点半了。 就是一般我们, 以一个钟头来给大家讲解, 如何认识佛教。 今天呢, 简单来为大家说明, 这个佛是什么? 我们学佛的意义重大在哪里? 刚才已经为大家简单的解释, 这个佛这两个字, 佛陀, 为什么不翻呢? 也为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希望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 礼拜三, 都是一样的时间, 八点半到九点半, 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今天如果我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鼓励, 多多批评。 我也希望大家, 下个星期三, 你们来参与, 来学习。 因为你们的参与呢, 也是最大的鼓励了。 让我有个时间来学习, 让我有个时间能够进步。 我们能够进步呢, 那就等于说明, 我们学佛会获得很大的利益。 所以下个星期, 礼拜三, 我希望大家, 我们一起来学习, 也给我们青年团做一个鼓励, 也给我一个学习的鼓励。 有你们在, 我们才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学习。 今天简单, 讲到这个地方, 希望下个星期, 把你们的camera打开, 不要躲在后面。 打开一起, 感觉好像在一起, 对不对? 好像在一起这样, 对不对? 你要躲在后面, 不在干什么? 对不对? 你要让师父一个人, 看不到你们。 对不对? 你要打开你们的camera, 就是对法师一种尊重, 对法师一种恭敬。 这个法师在讲经, 你不开你们的视频。 这个好像感觉很有个距离。 所以我们一定要互相来学习。 因为这个认识佛教, 因为下面会慢慢的讲得很精彩。 而且下面讲得非常的好。 这些主事大德, 像我们师父上人, 介绍认识佛教的内容, 讲得非常好。 我会把这个内容的意义, 不全部, 把意义讲给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祝大家六十吉祥, 祝大家身体健康。 我们下个星期三, 晚上八点半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做一个回向。 我们做一个回向。 请合掌。 愿以取功德, 回向累劫燕千债主, 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回向虚空法界, 一切重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喜法菩提心, 见识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晚安。 晚安。 阿弥陀佛。 下个星期三见。 下个星期三。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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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